小爱同学 打开所有灯 为你打开了13个设备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兔兔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有网友发现 我有一些小米设备 一直希望我去一起介绍 米家产品的视频 我呢陆陆续续入坑 小米智能家庭已经很久了 是因为小米的设备真的很模型 一旦跳坑之后 就会持续不断的想要入手 去尽可能的完善 智能家庭的拼图 像我两三个月之前 我都还在入手 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安装 尤其是在有了小爱同学之后 就非常想要实现 各种的智能控制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家已经激活的 小米设备有60个 对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使用了这些设备之后的 一个真实感受 小米智能家庭 是基于米家F 来进行激活管理控制使用的 到目前为止 它把我已有的这些设备 分为了这几大类 第一类是插座插牌 这也是我入手 小米设备当中最多的一种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22个 在这一类当中呢 我用到的有这三种 第一种 强插 它有一个小开关 可以功率统计 本来安装的想法 是用来监控马桶盖的用电量 用起来还行 但是有一点不理想的是 两孔和三孔的插座 是不分离断电的 所以我几乎没有用小爱同学 去控制过它 第二种 电插板 六孔的 其实挺普通 区别呢 在于可以查看功耗 统计用电量 用小爱控制 但是我用小爱控制的很少 更多的是 长时间离家之后 用手机遥控关闭 节约用电 有人反映它的噪音 和发热问题 但是我都没有注意过这两方面 第三种 单孔智能插座 我有两种 一种是老款 带USB接口 可以对USB和电源 分开控制 比如我的机柜风扇 就是靠它的USB供电的 一种是新款的 这种可以监控功耗和用电量 我喜欢把它接到NAS PC等设备上进行用电监控 第二类 开关 墙面开关 同样是Aquara的 我换了八个 基本上把家里所有的房间 常用的开关都换掉了 这个过程是有一点折腾的 这种开关分为单键板 和双键板 它分不同的版本 我家用到的都是单火线板 更换了之后 就可以用小爱同学来控制 小爱同学 打开饭厅顶灯 它只是跟换了控制方式 和你用什么灯无关 第三类 灯 因为我不是一个灯控 所以米家的灯 我只用了三种 台灯 极简的设计 可以调节光照角度 色温 以及亮度 我个人觉得很适合作为床头灯 或者是阅读灯 采光灯泡 适合替换常规的裸口灯泡 因为不仅有日光灯色 还有彩色 可以变换好几种颜色 是不是很骚气 采光灯袋 原本我是用来贴在饭桌下面 结果发现它太氛围了 就没有怎么用了 不过最近 我准备布置我的背景墙 我觉得它或许能起一点作用 第四类 网关 网关就是一个负责通讯转换的控制装单 它是智能家庭的核心 最早我有一个老款的网关 但是不支持HomeKit 也就是用iOS设备来控制小米设备 最近我看到有支持HomeKit的新网关出来了 于是就进行了设备更新 第五类 遥控器 也就是小米的无线开关 理论上它是可以控制小米智能家庭所有的设备的 可以单击 双击 长按 等对于不同的指令设置 这些开关需要用扭扣电器来驱动 可以固定或者是任意放置 它现在已经有很多种版本类型出现了 第六类 空气净化器 入手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觉得也不贵 跟风买的 这是一个基础款 性价比还行 但是呢就没有办法满足更高的需求了 第七类 空气检测仪 可以检测室内的PM2.5 二氧化碳浓度 TVOC 温度 湿度 这些 它有一个触控电子屏 可以连接电源或者是充电使用 我主要是用它来检测二氧化碳和PM2.5 这样就可以和空气净化器以及兴风设备实现联动 第八类 空调插座 也就是空调伴侣可以用小爱同学或者是 小爱同学 关闭 或者是小米控制器来进行室内的远程控制 在夏天平凡使用空调的时候觉得挺方便 最关键的是它本身也是一个网关 所以它和网关其实可以二选一的 小爱同学 打开客厅空调 没问题 开了 关闭客厅空调 关了 第九类 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实施的监控温度湿度 我有两种 第一种是蓝牙温湿度剂 可以吸附在墙面 用来监控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它是用7号电池来进行供电的 第二种是老款的 我用来监控机柜的温度 第十类 人体传感器 主要是感知人体的动作来控制设备的 我有两个 一个是老款的 放在浴室 每次检测到有人进入浴室的时候 灯就会被打开 但是因为长期都接触到了水蒸气 所以已经坏掉了 另一个我放在了进门处 当检测到我回家的时候 就会开启中二的欢迎模式 不过用了几次之后我就关掉了 因为觉得太傻了 就像这样 欢迎欢迎 热热欢迎 第十一类燃气传感器 就是一个天然气报警器 第十二类窗瓷门瓷 也就是门窗传感器 它可以感应门窗的开关状态 还可以跟其他的设备进行联动使用 比如说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有光效什么的 我家一开门就会有门铃声 关门之后就会有另外一种超门声提示 如果长时间不关门就会发出狗叫声 第十三类音箱 我有一个Yelite语音助手 它是双系统的 可以小爱小兵切换 还有一个小爱同学 关于小爱同学 大家应该看过它的各种介绍 它就是一个AI音响 像我爸妈就很喜欢用它来 控制各种灯的开关呀 电源呀 还有什么查新天气预报这些的 我最近就发现 它的语音识别不是很精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Yelite语音助手 是一个双系统的AI语音助手 它内置了小爱和小兵 如果切换到小爱的话 那它的功能和小爱是一样的 切换到小兵 是专门负责尬聊的那一种 以上这是我目前所用到的 小米智能家庭设备 在这些设备当中 我会根据自己的使用频率 和长期以来 使用下来的整个感受 做一些推荐 这个推荐可能比较的主观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嘛 毕竟能不踩坑 就尽量不要踩坑了 其实选择的关键还是在于 你个人的实际使用需求 最重要的网关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是必须的 但是在同一空间下 只需要用一个网关就可以了 不需要重复购入的 语音助手 实现语音控制最核心的设备 但是我觉得买小爱音箱 不是必须的 因为如果你不想买一个音箱 只是想要有语音控制 可以考虑E-Lite 其他两种我就没有用过了 无线开关 可以实现室内的远程控制 并且一个开关可以对应多个设备 就可以通过开关来激活 或者关闭各种智能联动设置 智能插座 可以实现所连接设备的开关联动 它甚至可以让电器被语音控制 定时控制 手机远程控制等等 高级版的兼具电量功耗检测功能 传感器 关于传感器的种类是很多的 我其实都挺推荐的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 可以实现不同的控制效果 这个就完全取决于你的需求和想象力了 我的使用就是很中规中矩的那种 墙壁开关 我这里说的是那种可替换式的 更换了它之后 无论是什么灯 都可以变身为智能灯 但是我只推荐进行有限的更换 比如我在卫生间 装了一个淘宝购买的LED感应灯之后 就再也没有用过更换的这个墙壁开关了 插件板和墙壁插座 都不能对单个插孔进行分开控制 开关及全局 所以跟直接加智能插座是没下区别的 并且电量监控也无法对应到具体的设备上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总功耗的 就感觉不是很实用 魔方控制器 因为它的操作需要依赖手势 而有些手势的对应关系 时间久了之后 我真的记不住容易忘记 最后就没怎么用了 所以这个长期吃灰 摄像头 因为它不支持全灰NAS 长时间本地存储是个问题 所以我就不怎么用了 并且我发现 小米的设备信息是云存储的 与台湾香港等地的管理方式也不同 有隐私方面的忧虑吧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使用了这些小米智能家庭设备之后 我对此 对我所用过的这些设备 它们构建了智能家庭的一个 个人感受和看法 首先我觉得小米 它的这个概念在国内来讲是很领先的 从最早的智能家居 再到现在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 而且它的知名度很高 再加上国内这方面的选择很有限 而它确实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出色 综合这些因素 也就成为了大家 可能现在想到智能家居都会联想到它 并且普遍会选择它的原因吧 同时这也是我剁舍了这么多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优点很明显 智能化 方便操作 方便管理 外形设计挺不错的 而且它的性价比也挺高的 入门的门槛很低 从某种程度来讲 它可以构建一种品质生活 去提高生活幸福指数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当初我在设置好了小爱同学之后 我用它来控制各种设备的时候 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的 我就发现因为它的智能化 你可以直大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进行控制 当语音控制远程控制 特别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远程控制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因为有了这样一套设备感到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旦适应了它 其实它基本上是不可替代的了 在你生活中扮演的这种角色 所以如果你问我一个家庭 需不需要像小米智能家庭这一类的设备 我会告诉你需要 但是我也会告诉你 在某种程度上 你必须要保持一种谨慎 是因为我在入手的这些设备之前 很多设备 我的预想就是说 我只要入手了 我可能使用范围会很广 使用频率会很高 它非常之有实用性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我会发现有不少的东西就被我闲置了 就吃灰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这也是跟我个人使用习惯有关的吧 那我还想说的呢就是 它的缺点和它的优点 同样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就是良品率低 在我注册的60多个小设备当中 大概有十分之一的退换率 我就发现有的东西我在拿到的时候 它就是坏了的 有的东西我在用了一少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它没有办法再继续正常使用了 所以真的我觉得它的良品率比较低 还有就是它实际上是 应超超的贵 是因为虽然它的单价感觉是挺低的 但是它推出的这种智能产品 从单品到套装 再到生态系统 会让你觉得 我为了去完成这种 家庭智能生态系统的建构 为了去开发它所有的功能 真的就会不断地跳坑 不断地入手 不断地去剁手这种情况 这些单价虽然低的产品 它量化起来之后 这种总价其实超乎想象 就算没有一万应该也接近一万了吧 像我 我其实只是一个智能家庭小设备用户 我并没有去用过米家的什么大件 还有就是它的生态系统建立起来之后 会很封闭 有排他性 所以当我再次入手其他设备的时候 我会考虑 我要不要继续选择米家的产品呢 如果我不选择 好像我的这种生态建构又不完整了 如果我选择了其他的产品 那么就意味着 我的这个产品会很难兼容进去 也有办法兼容进去 那么就继续买一些小的配件 像什么插座之类的这种 也就是一种剁手 还有呢 就是我自己非常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非常不喜欢它的这种出售方式 是因为当时小爱同学推出之后 我非常想要在第一时间就入手一个送给我妈 但是我就发现它的一些官网店铺 一直没有货的状态 最后我无奈就是从淘宝的二手饭子那里去加价购买的 这种体验感觉实际上是很不好的 最后分享我设置的三种情景模式 我设置了每周自动灌溉 到了指定时间的时候 智能插座就会通电50秒 实现定时浇灌 我还设置了一个 当空气检测仪检测到室内的空气质量低于某个标准的时候 所连接兴风机的插座就会通电 家里的兴风机都会开启进行室内换器 还有一个模式是双击某无线开关 就会开启一个30分钟的紫外线下均倒计时程序 我一般是在离家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操作 OK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欢迎给兔兔留言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